王國興議員 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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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剛剛打完給林德胡 他說他不會來不可能 那今天早上 我也到委員會找他談 他也說不來 他 那這個再接受到上禮拜 上禮拜讓低制華表決以後 他們就很有情緒 揚言就不跟我們協商 尤其上禮拜五 五月七號那天 我們議場在進行巡述部分條件修正 那到組織犯罪條例的時候 他們提出一個潛移問題 那潛移問題結果把整個議場刪毀掉 從這個跡象往前一直推 那他們不斷揚言就說不協商 但是他們提了一千個案子 一千個案子 因為還沒有說以前我們民運黨再怎麼樣 還是會協商 那我長得講說你一千個案子要怎麼表決 那一一表決 好表決都輸也沒有關係 過去總預算乃至於國安市預算 大家都一定有協商 那現在到最後當然每一黨要簽名 那這些情況都是非常冗長的 那盡量就是說 以這個合理範圍來刪減 假如國民黨現在就是說完全不協商 那一千個案子來表決 這個大家可以計算出時間 要多少時間 這是最壞 最壞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不要走到最壞 那尤其現在在審查黨產 為了黨產 國民黨來阻擋 來阻擋黨產的進行 因為上次已經注意到第五條 第十條 今天從第五條開始 陳希會發現前一位等等 希望為了讓黨產不能審下去 那中間大家有不愉快 現在目前黨產條約繼續在審查 所以我覺得這裡做這樣的報告就是說 讓大家知道現在國民黨的策略 以及他現在目前立法院的氛圍 必須可能我們必須在 今天我看情形 看情形 大概等一下就可以解散了 因為我跟他聯絡過 那我想院長這邊 以及我們黨團這邊 在跟國民黨溝通協調 那真正會最後情形怎麼樣 也不予說預釘預測 我們也不口説二言 就讓他瞭解 我早上一直講一個觀念 這國民事業的預算 營業以及非營業基金的預算 是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排出來 那你今天又提了一千個案子 這個邏輯是不通的 第二個 這個是有 這個是不是完全和政治無關 即便沒有審的話 照預算法是可以用 只有新興計畫不能處理 那這妨礙到整個國民事業的發展 以及投資 我跟他們講 從這個角度觀點上 你們不應該 在這個時候選擇這樣的戰場 撼增和策略 那院長是不是 我看 我們沒辦法 我們再來拜託 好 好 那咧 一位委員有什麼 什麼 表示一下意見 就是我們這個協商 就是要四個黨團都在 協商才有效率 少一個黨團就沒有效率 這個長期以來 當然就是說以前的協商 其實也就是這樣的協商 只是差著沒有錄音錄影而已 其實內容過程其實都是一樣 對 那現在就是大黨小黨 大家倫流做 現在換了 那我還是跟柯總召家說 你們也要我跟他們說一下 沒有 那不然 三千個表決下去 那是 等一下我伯伯每次去 是啦 你要去那 那不然的話 講真的 他們一提出三千案的話 其實講是簡單 真的做下去的話 立法院會燙翻掉 會變一事無成 所以 希望兩個大黨好好去談 我們跟時代力量 我們只能說 我們就是 照我們的內容而已嘛 好不好 拜託 謝謝院長 這個 我是覺得這個不可思議啦 如果用預算案來 綁這個不當黨產 或是綁其他案子 我覺得這個 是不可思議啦 當然 我覺得 國民黨如果這樣做的話 我覺得 他的社會成本 或社會期待 社會觀感 他們要自己承擔 那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不能每次都協商 如果沒有如他意 就開始要 用預算來杯葛 不過 我覺得這也是個機會啦 這個 未來立法院制度的檢討 否則 這個 其實也不需要 像國民黨這樣 任何案子 就是透過這個阻礙協商 所以 協商制度其實是 我是覺得是需要檢討 那未來 怎麼處理預算 這個東西 其實都會討論 不過我的感覺是 不能接受 國民黨用 預算案來綁這個 不當黨產案 國際 朝委協商的時候 有的政黨沒有來 他會表示說 你們協商沒有關係 他最後會表示一件 你最好會簽 他現在這一次是以惡意的抵制 坦白講 他是整個作戰的邏輯思維 也好 他們要整合好 現在就 讓我們的鐵馬長來拜託 王馬長來看 這樣子 因為 我看今天蠻多官員 都到現場來 由我們的 總處的租主機長 也到這邊來 經濟部楊次長 也有到場 交通部王次長 也到現場來 財政部蘇次長 也到現場來 中央銀行的楊副總裁 也到現場來 金管會的黃副主委 也在現場 那麼 我看 退伍會 李副主委也來了 李副主委 這個協商 他們不會移會 那第一次協商 我們還有一些空間 可以來 跟國民黨黨團來溝通 因為我們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 兩點到六點 還有一個第二次的協商會 那 基本上 基本上 我們等一下會 再請秘書長 再做最後一次確認 如果 國民黨黨團沒有辦法派員來 參與這次的協商 我們的協商 就不會有結論 協商也沒有用 那我們官員都在這 也不好 我們就先三會 那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 兩點到六點 如果 國民黨黨團 仍然不願意參加 我們大家來也沒有用 我們就會預告 明天的協商 再往後 我們盡量 會來跟 國民黨黨團這裡 再做一個 溝通 也請民進黨黨團 也幫忙 溝通一下 也拜託 這個 其他兩個黨團 都拜託幫忙 這個溝通一下 因為這個預算案 我們還是要進行 相關的協商 至於協商 未來 這麼一個制度 到底要不要 繼續維持 這個未來 我們再來 進一步的 再來討論 這個不在這一次 預算的 協商的 範疇之內 但是還是 未來再 還是要來做一些思考 所以 等一下就請秘書長 你再去確認一下 我們暫時再等一下 看秘書長 確認的結果 如果 仍然 不會來 參與 這一次的協商的話 那我們就 先上會 讓所有的官員 還是回去辦公 我們耗在這邊 也沒有用 還是回去辦公 那明天下午2點 我們會再通知各位 如果 仍然不願意來 那我們就 明天的協商 我們也就暫停了 等所有的事情 溝通好之後 我們再進行 好不好 謝謝 configurer army 我們確認那個結果 國民黨黨團強者 還是不會來參與這次的學商 所以我們今天的這個協商 我們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大家趕快可以回去上班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